第一个问题说到底历年来台北市治安变好还是变不好 从104年到现在为止 治安的数量,切到数量是增加还减少 那怎么做 好,第一个先把它打开 第二个的话,请你在哪里 第一栏的地方点一下按右键插入,插入一栏 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年,可是这个是日期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 所以将来 你们在处理资料的时候常会遇到说 我的资料是在另外一个栏位的某部分 那我们可以把它抓出来 年,OK,加一个年 那我可以怎么样,有点像是把前面三个字拆过来的意思 三个字拆过来,将来也许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可以分出来,另外有一个是说我要的栏位刚好是 好几个栏位的组合 那你又把它合并,所以有分有合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 你说以西优的文字 那个资料处理,处理什么 就是 文字的分分合合 那如果你要把前面三个字分出来的话 那怎么做 插入函数嘛 前面三个字就文字类里面的什么 LEFT 前三个字的话,左边算过来三个字 所以呢,给它文字 然后几个字,三个字 那你会发现呢,它就会 帮我把这个资料放过来 不过它的 它的运作流程是这样啦 你会发现它这个是靠右对齐 所以它原来是数字 那经过LEFT之后的话,它会先转换成 有没有,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文字 为什么,因为前后有双以后 然后再把它切割成前三个 所以你会发现103 它会是103的 文字 而不是数字 那按确定你可以 看到它对齐方式 你会发现它靠左对齐 所以显然它是一个文字 那向下填满 它就OK Ctrl向下 看一下应该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黏这个栏位了 那接下来呢 如果我想知道说 到底 治安是变好还是变不好 这样就有答案了 你想说怎么有答案 因为其实我们是要把104全部加在一起 算几个啦 那你不要傻傻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又不是像现在开票一样慢慢开 开到什么时候 3000多个 你慢慢开 开到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而且你要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加数量 一个有点像政治,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那3000多个要开多久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一个工具 叫做枢纽分析表 所以接下来 所以第一步 先插入一个栏 这个栏名称叫做 年 OK在这边 第二个的话 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你不用选 直接游标放这个范围之内 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要统计什么 把年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就帮你 把104年全部加在一起 好了算完了 总共有 687个 多好 然后105年的话 有663 到111年为止 有128 应该算到9月份吧 9月份好像没结束 但是数量好像已经算是蛮少了 可是这边有几个问题 102跟103 这个好像有点多余了 怎么一笔而已 不对啊 这个应该是 它物质的 所以怎么办 要不你把它删掉 要不还有个方法 你可以在列的标签 这边有个箭头 把102跟103 打勾取消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想看它显示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叫筛选 把这个筛选 里面的102跟103打勾取消 这样的话 102跟103按确定就不出现了 好 那这样OK了 但是数字 已经摆在那边 但是你会发现 看数字跟看图 当然看图会比较直觉 所以 我希望 因为它这个是 时间嘛 哪一年 这个是数量 所以我希望 如果时间跟数量 把它 汇一个图的话 最好是折线图 因为折线图 它横轴是时间 纵轴是数量 然后把它用什么 数量表示的话 它会清楚 所以怎么做呢 游标再放这边一下 这边有个枢纽分析图 有没有 这个 所以我刚刚做的 把年 拖拉到年 再拖拉到 这个什么 值的地方 出现了 然后把102跟103打勾取消 然后画图的话 就画在这边 枢纽分析图 它是在分析 反正以色列的找到功能就会了 所以这也没那么复杂 OK 再枢纽分析图 那画一个折线图 所以你找到 当然你用直条图也可以 只是 这个直条图 它强调的是数量 高低 但折线图它比较强调除了数量之外 还有 时间轴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 比较适合用折线图 那折线图里面最好有节点 因为如果没有节点 看起来好像 它没有那个 哪一个年的位置 所以我一般习惯会把它改成叫 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 OK 所以你们待会可以选这个 折线图 这个 枢纽分析图 折线图 然后找到这个 那你会发现差别 这上面会有点 大概就这样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历年来的治安状况 就出现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北市的那个住宅窃盗的治安 马上 就有答案 OK 那当然呢我们可以再美化它一下 比如上面这个 这个标题 标题部分的话你可以 把它改个名称 也许叫什么 历年 历年 这个什么 这个住宅窃盗 统计 这样 OK 那这样就让它有一个名称了 然后至于它的 颜色 比如说它是红色字 然后粗体字 那字可能就20号 这样子OK 你会发现就很清楚了 好 最后这个旁边的图例 这个叫图例 你 好像没有必要 Delete掉就可以了 选它 Delete掉 好 那最后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这个名称 Ctrl C 然后 把它这个名称工作表一 改成叫历年住宅窃盗统计 那我们原始资案在这边 做出来的报表在这边 哇你会发现 这样应该就很清楚了吧 以后人家如果问 比如说可能有长辈跟人家讨论 那个台北市资安有变好吗 好像他一直跟你否定说没有啦 很差 越来越差 OK 你就可以跟他讲 资料在这边 请过目 他应该不会不相信 这假的 你可以跟他讲 上面有电话 邓先生 马上洽询他一下 我想这也没什么好争辩啦 不过说的 秀才遇到兵 你永远跟他说不清 他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哪怕你已经给他真相 他还是觉得是假的 这就没办法了 OK 所以有些东西是适合有理性的人 如果非理性的人 那你就不需 跟他争辩 就像说有些时候 那个 像以前比如说有人会在我影片下方留言一些非理性的讯息 我刚开始还会很生气 你干嘛给我留这些话还会跟他回应 现在我的反应完全冷淡 直接删除 完全不需要回应 因为 你回应他他还是不相信 永远就 你即便给他真相了 他还是觉得 他不喜欢 所以很多时候那个网络酸民 当然一定会有这种状况 那当然我不希望你们将来会变酸民 因为那酸民其实就是 他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真相 他就是 愤亲 反正就是愤恨 OK 没办法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真相只有一个 这样子就是你要自己花时间去找寻 OK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第一件事情 先帮我把那个 这个地方先完成 所以刚刚的动作 重点回顾一下 一 插入一个年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这个插入枢纽分析表之后 那这边有一个这个 这打勾取消 再来的话就是插入那个 在这边 利用 枢纽分析 图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那这个相关的讯息 应该在云端白板上面应该也有了 云端白板我好像是放在 我们GG.GG的那个云端上面 在文字语刷函数里面好像就会有一个 这个云端白板上面 第一个单元 就会有台北市 住宅窃到点位资讯 的相关的 这个 的说明 讲义啦 所以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所以这样看起来 这个 历年来的治安好像似乎有变得比较 好但是发现好像今年111年 其实还没结束但是他的 数量 感觉好像有变 变比较多 九月 等于还有三个月但是数量已经跨追平110 所以今年可能 治安 有可能会超过 去年 所以是不是说 因为最近 因为要选举了 然后科匹要换人了 所以他心思可能不在此 有点松懈的感觉 也会造成 自然会亮红灯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推论 OK 所以很多 时候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客观数据 你可以拿数据 然后再去推论 当然千万不要无地放始 就是说 完全没有依据 就 做一些无谓的推论 那当然就浪费时间 好 那第1个 再来你也可以 再想想看 那桃园的治安有没有变更好 桃园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一比较之下 马上就一目了眼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去下载 那个 桃园的来看看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做出来 好